今天,我将向您展示一部2012年的动作,喜剧,体育电影,标题为热潮来了斯科特是一位42岁,无聊和幻想破灭的威尔金森大学生物老师中学。 因为睡过头,他被迫从窗户进入教室,但他的计划避免引起注意失败了,因为校长被撤已经在那里了。 由于他迟到,放学后他被安排成公共汽车作为惩罚,这使得他心烦意乱,对学生不太关注。 强行从自动售货机里拿了一些零食后,他看着音乐教训和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 Marty以一句话结束课程,没有音乐,生活将是一个错误。 斯科特走进他并编造了一个故事让玛蒂值班,但他太全神贯注了带着妻子怀孕的消息。 Betcher将提议的预算削减通知每个人,学校负担不起继续课外活动的费用,包括音乐课程,会导致玛蒂被解雇。 斯科特介入并告诉Betcher让玛蒂休息一下,因为他正在怀孕,这应该是一个秘密。 在得知学校需要48000美元来继续音乐课程后,斯科特建议他们筹集资金。 第二天,Marty找到Spot,感谢他决定为音乐节目。 斯科特试图退出,但玛蒂一直把他放在一个基座上,所以他必须坚持下去现在。 他们已经安排了与所有老师的会议以帮助筹集资金,但只有学校护士贝拉出现了。 当玛蒂试图围捕,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,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! 其他老师时,斯科特告诉贝拉提高这么多钱,但他不会让他放弃玛蒂,他是个好人。 他借此机会对他采取行动,但他只是叹了口气,而不是他的第一次尝试。 所以他建议如果他能在篮下扣篮,他会和他一起吃晚饭。 他同意了,认为他肯定会因为他的体质而失败。 鬼鬼祟祟的斯科特,他使用迷你蹦床并以足够的距离跳跃,但仍然失败扣篮。 那天晚些时候,斯科特拜访了他无忧无虑的兄弟,他问他是否有一些额外的在他的地方工作,但他们刚刚解雇了两个人。 为了赚点外快,斯科特上夜班并教授一门课程以备不时之需。 公民身份测试,下课后,他拿到了薪水,他的一个学生妮可来找他额外的辅导。 斯科特拒绝了他并决定帮助他后感到有点内疚,这让云酒上的妮可。 斯科特后来在他的公寓里遇到了妮可,并得知他是一名武术教练并打过仗在UFC。 在他们开始辅导之前,他邀请他观看比赛。 妮扣的朋友评论说这场比赛的失败者取得了时的盛大,SWAT感到震惊,是的,但如果他赢了,他会赚到50分。 就在这时,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。 第二天,斯科特与马蒂分享了参加战斗的想法。 他指出他在大学时是一名优秀的摔跤手,可以挨打,并暗示他会为失败而战。 马蒂犹豫了一下,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 在公民考试预备班上,斯科特说他要放弃了。 课外,他要求妮可为下一次武术比赛训练他,作为交换斯科特将为此辅导他。 妮扣不情愿地同意了,并告诉他本周将要进行一场战斗,斯科特必须参与其中。 第二天,斯科特在他的地下室和马蒂一起锻炼。 当他们休息时,马蒂建议在战斗之前击败斯科特的对手开始了。 当斯科特询问如何,他说,一个独特的音乐主题,让他的对手心生恐惧。 妄想,斯科特到达MMA的最低水平。 妮扣很惊讶,但看到了他的决心,哦,而且,他是下一个战士。 他穿着一件应该是下人的时髦服装,并唱着黑尔繁荣来了他进入了擂台。 他的对手看起来像他在这里是出于同样的原因,输。 人群很兴奋,可惜打斗只持续了两秒,就被医护人员带走了,但还是赚了750美元。 后来,贝拉则骂他在笼子里打架的愚蠢决定,他再次尝试想通过他,没有成功。 然后他拜访了马蒂的家,因为他不在家,他的妻子让他进来。 斯科特得知马蒂没有告诉他他可能会失去工作,这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对他提出的48胜大。 第二天,斯科特拜访了尼科,他正在叫一场迪斯科街头格斗。 尼科向他保证,他们将在这里学到的是他在笼。 他教他防守和演习以摆脱窒息,不用说斯科特是业余爱好者。 意识到这一点后,尼科告诉他,他们只需要飞起来,然后回去教书他的下一堂课。 在他的第二次综合格斗比赛中,斯科特被击败了,但设法让比赛继续进行直到第三轮。 然后开始倾盆大雨,双方战斗机都无法正常激动,整个战斗看起来很傻,但最终还是让斯科特输了在学校。 斯科特从学生门,当他最聪明的学生玛丽亚没有回答三个问题时。 他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原来他父亲想让他放弃音乐,因为他希望他继承公司,而他只是感到沮丧。 在前往下一场战斗的路上,斯科特辅导尼科并得知马蒂忘记带他的午餐,但这不是问题,他有苹果酱。 打架前,妮扣给了他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,他们听到了一点开场曲太快了。 原来他的对手是同一首歌,但他的入口更加耀眼。 斯科特说他们不能有相同的歌曲,这很尴尬,并要求马蒂改变他。 马蒂听到了马蒂的声音,他把这首歌改成了一些古典的BS,他们的入口可以不会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和尴尬。 战斗开始于斯科特像往常一样受到殴打,没有阻止他的防守和尼科只是对他大喊要坚持比赛计划。 斯科特在防守方面已经做到了,当他的对手花点时间炫耀一下,好像他已经赢得了比赛一样,斯科特敲门他用右勾拳出局。 斯科特终于获得了他的第一场胜利,最重要的是,苹果酱出来了。 消息在学校里传开了,斯科特出名了,不一定是因为打架本身,但为了善后。 玛丽亚认为他是英雄,因为他竭尽全力拯救了音乐节目。 学生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,这激励了他。 后来,贝拉抚摸他的伤口,发现他已经完成了三次盛大。 打架,他从烘焙销售中增加了72美元。 他再一次试图约他出去,又一次被拒绝了。 妮可正在训练SFOT,他对他只是在教他如何保护自己感到恼火。 他要进攻,如果他能打赢,他会少打。 妮可同意,他把斯科特介绍给朋友盖伊,盖伊想让他在同时看看斯科特是否值得他花时间。 他得到了很好的殴打,一个非常好的殴打。 妮可和他的朋友只是一笑止之,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另一个人要一些和斯科特一起玩。 当他们三个人在角落里殴打斯科特时,他仍然没有屈服并要求继续。 这是对盖伊的确认,他可以训练斯科特。 第二天在学校,贝彻叫斯科特过来。 玛利亚的父亲很生气,因为他让女儿不听他的话。 贝彻补充说,他在笼子里打架,鼓励危险行为,令人尴尬学校。 斯科特为自己辩护,让玛利亚的父亲放心,并说他正在努力让学校变得更好。 他告诉贝彻尔,他是那个没有履行校长职责的人,然后冲上去班级。 斯科特决定认真对待他作为老师的角色,但班级有固定的心态为他的课他不在乎。 他爬上课桌,引起大家的注意,开始解释生物学一种有趣的方式,学生们喜欢他。 贝拉从走廊里听到了兴奋的声音,很高兴看到斯科特这么傻。 他继续与玛蒂一起在看台上训练,而玛利亚则为尼科辅导公民考试,并想出了以以下形式教他答案的想法一首歌。 尼科觉得他不可思议,斯科特赢得了更多的战斗,并将钱交给了贝彻尔顾问。 他的课程进展顺利,他的训练也没有懈怠。 戴伊教他所有关于进攻的知识,但仍然有些打架没有走得这么好。 他为公益而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学校里蔓延开来。 马尔蒂也很兴奋,贝特的顾问不敢相信他们正在这样做。 斯科特的战斗方式引起了乔罗根的注意。 斯科特感到自信,邀请贝拉到他家吃饭,他终于同意了。 他的兄弟为他们准备了独家晚餐。 贝拉喜欢他,但当斯科特说是他做的时,他能闻到BS的味道,但他说晚餐真的很棒。 喝了几杯酒后,斯科特试图向他展示他在综合格斗中学道的一些动作。 这导致了异常假装的战斗,贝拉扑向他,你会认为那会导致亲密,但他认为这是他离开的暗示。 第二天,斯科特感谢他哥哥的晚餐,并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。 盖在学校找到斯科特告诉他这个消息。 乔罗根,周罗根,打电话给他,让他参加UFC比赛,他将获得10分如果他输了。 Niko拒绝了他,所以斯科特在他的瑜伽课上拜访了他。 他们距离48岁的目标还有6年的差距。 这可能是一劳永逸的,但Niko认为这太危险了。 他因个人原因拒绝了这场战斗,他遭遇了职业生涯的中纪。 斯科特,他的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 斯科特和尼可会见乔并讨论战斗的细节。 斯科特的兄弟是玛利亚父亲餐厅的新厨师。 乔听了斯科特打架的理由,觉得他很有侠义,所以给了他这个机会。 Niko说斯科特已经准备好了,他们同意在维加斯会面打架。 在机场,他们很高兴能如此接近他们的目标。 马蒂的妻子无法表达他的感激之情。 他们匆匆赶上飞机,终于抵达梦想之城维加斯。 他们分享一个知识蛋糕,尼可吃的比他能咀嚼的还多。 当斯科特接到贝拉的电话通知他挪用公款时, 他们开始了一场食物大战在学校。 助理偷走了他们为音乐节目筹集的所有资金, 贝拉求他回来,可是他现在不能退缩。 斯科特的对手是凶恶而危险的斗士。 马蒂被挪用公款的消息压垮了,但斯科特并没有放弃。 他的计划是赢得战斗并获得50大奖。 当战斗即将开始时,不是这里的繁荣,而是歌曲不同。 玛丽亚和学校的乐队在这里为他加油。 贝拉在桥的帮助下组织了这一切。 这位生物老师正在UFC中首次亮相。 每个人都兴奋地看着他。 一方面是柜子首肯,另一方面是生物老师斯科特似乎一点也不公平。 当监督员阅读规则时,斯科特扫视着音乐,语气变得沉闷班级。 他有东西要争取。 Niko告诉Spot尽快输掉比赛,这样他就不会受伤, 但那是他透露他正在赢得这场战斗。 肯一开始就不尊重斯科特。 随着战斗的开始,斯科特已经用超人一拳打了退堂鼓 并且失败了在他被逼入角落时保持防守。 我不会告诉你斯科特在第一轮遭受的非人打击的细节, 然而不知何故仍然有意识。 无论斯科特被教导什么,肯都知道的更清楚。 第二轮以同样的方式开始,肯用华丽的动作击败了他。 斯科特几乎没有站起来。 他是如此迷失方向,以至于他走向了错误的角落。 斯科特表达了他对获胜的疑虑, 马蒂告诉他,即使他没有获胜,他已经做的够多了,斯科特是他的英雄。 最后一轮,肯向斯科特表示敬意。 战斗从斯科特躲避肯的一些刺拳开始,他甚至设法反击。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,把他逼到角落里,在那里他又打了几拳。 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踢后,斯科特将他摔倒并用一系列拳打了他。 肯设法让斯科特陷入手臂锁,这是一个致命的位置。 斯科特不知何故抓住了他的手,把肯举起来,放下他,把他打晕了。 斯科特是赢家,难以置信,一位生物老师赢得了一场UFC比赛。 斯科特和贝拉终于在笼子里分享了一个吻。 音乐节目得救了,马蒂很开心,连Betcher都感谢Sfat他的慷慨捐赠。 Niko已经获得了他的公民身份,结束,谢谢收看。 如果您想观看更多这样的视频,请订阅。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,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。 谢谢你。